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音乐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音乐 很少人说对它绝缘 这个音乐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不止心理上和我们很多的疾病方面都有帮助 所以现在跟大家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 再加上其他以前的见解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音乐是有娱乐性 你喜欢听那样你听的时候心情愉快 所以是可以舒缓我们身心的紧张 令人放松 恢复你的干净 科学的研究就证明 音乐的心理益处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听觉的乐趣 音乐有一种影响思想 情感和情绪的方法 好像如果给我们成年人听他小时候 妈妈唱给他听的歌 或者是他小时候一起唱的歌谣 他们会很感触 有时会流泪 而如果你是情绪低落的 你听一下摇滚歌曲 会令到你的人激情 兴奋起来的 而音乐在心理影响方面 是比我们的听觉更加大 特别是睡眠方面的影响是很强大的 如果你有睡眠困难的时候 听你喜欢听的音乐是帮助你入睡 而且睡眠质素是更加好的 你睡眠质素好 自然你日休工作的时候情绪更加高昂 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都说听莫扎特的音乐 似乎对肠胃病有帮助 贝多芬那些对忧鬱症有效 而长期失眠最好听巴克的音乐 很多人曾经有这些情况 接触音乐都会觉得这个是有帮助 不过你只听音乐 是否真的能够治好你的病解除烦恼呢 这样未必是这么神奇的 根据国外的临床实验证实 如果你只听音乐 是不能够治疗某种疾病 但是如果你用音乐疗法 和传统或者现代的医学疗法 就有相互相成效果 在国外的研究 在精神科、内科、小移科、外科 都已经被允许了 不过 藉由音乐消除日常生活里面 产生的身心疲累 是十分有可能的 进一步可以预防疾病 因为你没有那么疲累 你的抵抗力高 就可以预防疾病 一般来说 你可以转换气氛 恢复精神 化解不安和紧张 集中的注意力 舒缓压力 帮助入睡 回解你的悲伤 安定情绪 丰富你的感性 消除身心疲劳 这些利用方法 方法很多很多都有效 而基本上 其实音乐是一种享受 但是你要记住 要跟自己的兴趣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听不喜欢的音乐 因为这样会适得其反 反而对你造成压力 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 音乐对我们的心理影响是怎样的 听好的音乐 原来是可以刺激身体里面的五强色胺的分泌 这是一种快乐的激素 所以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大脑左右两边都会受到刺激 提高了我们的认知能力 和我们的创造力 是因为你的创造方面 和你的逻辑方面 同时是一个活跃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帮你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的快乐传言 是令到人家可以治病的 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 个案 一个律师 他的老友的楼 不开得到 但他喜欢音乐 不得了 他是天才 出之他放弃他职业 去了管弦乐团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他太开心了 那后他连这个脑子的症状都没有了 所以是可以在这方面有这么强的作用的 而我另外一位朋友 很多年前 我和他一起去唱乐曲的 他是有症状 是在康复着 他不唱就不得安乐了 他说他用唱歌来医他的症状 因为他唱完开心 音乐的影响 另一种方式是透过你刺激海马体 海马体是储藏长期积动的大脑地区 所以音乐是能够触发我们过去美好的回忆 曾经有个个案 有一位女士 她是植物人很多年 但是他的先生没有放弃 在他耳边时时唱他们初相式的情歌 唱一段时间 不知道好像十多年后 他太太竟然醒了 所以这真是一个奇迹 至于音乐对我们 情绪上心理上有什么影响 有几点可以和大家提醒 第一是音乐可以驱逐形成忧屈的情绪和思想 第二是音乐有变化情绪的特征 能将忧屈的情绪 转变成喜悦明快的情绪 第三是音乐可以消除我们心中的紧张和烦恼 第四是藉由音乐的刺激可以激起我们肌肉的活动 令到我们的肌肉也有活力 所以是令到你从颓废之中 变为活跃起来的 将你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周围的事物 而至于在睡眠方面 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提高你的睡眠质素 令到你可以容易入睡 首先说一下 这个睡眠质素如何可以提升 因为如果你每天 临睡的时候 听你一些喜欢听的音乐 你惯了之后 一到这样一时间 你的心情就会跟着 很想去听音乐 很想去放松 令到你容易入睡 养食这个习惯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每天在那段时间 就听那种的音乐 自然你就有睡意 是很容易令到你的身心放松入睡 我有一位朋友最近留言跟我说 最近很多烦心事 他睡得不好 但是他听着我那些YouTube的视频 他就慢慢睡着了 可能他说 因为你的声音比较慢 语调比较温柔 所以容易令他催眠的感觉睡着 很抱歉 现在我的声音 因为维酸过多已经影响了 可能已经没有你的效果了 至于第二方面 就是你可以放松你的身体 如果你紧张是睡不着的 但如果你放松 就容易入睡了 在古典音乐里面 特别是每分钟60到80次的节奏 是通过和正常人的调息心律的感密配合 是很吻合的 对身体就产生一个震静作用 这个具有生物的舒缓作用 是可以帮助你降低血压 压力水平 容易令你有良好的睡眠 以及得到更好的健康 第三就是完全失眠的人 在这方面得到一个帮助 因为他研究证明 古典音乐作为治疗失眠 是很安全的 而且是不花钱的 你买一张碟回来 你不需要每天去那些诊所 去治疗 有些sleep clinic 你不需要付这个付费 买一张碟 你可以每天都听得到 他说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 他要求在三个星期之内 一群学生每天听古典音乐45分钟 另一组是每晚听有声的读物 两组比较 结果听音乐那组 他的睡眠质素很高 他明显地觉得这方面对他有帮助 所以说古典音乐 已经是用在帮别人刺激 耳朵的训练 是帮助那些有失眠症的人 容易入睡的 所以大家听了这么多 这个有关音乐的资料 以后这个音乐 不仅是去享受 是帮你身心有调整的 大家不妨每晚临睡前 选你喜欢听的 包你四年年质素提高 做事都精神逆逆的